我們現在要講的是3.2節平衡流 Balanced Flow 在這一節裡面我們的垂直坐標就是採用壓力坐標 在水平方向上 現在介紹一個 新的坐標系統叫做自然坐標 Natural Coordinates 現在有一個器塊在這邊 然後它移動的路徑是這個黑色的 曲線 出黑線 彎彎曲曲的這個線 那它的方向的定義就是 你可以假設你是那個器塊 你顏著這個粗的黑線在移動 那你前進的方向 也就是 切線的方向 是小寫的T上面有個那個小小的帽子 然後你的左手邊 法線直的方向 而且是直向左手邊的 這個是N 的方向 那直向左手邊我們把它定義為是正的 另外就是你偷定 往 正上方指的 這個方向是 小K 所以 我們之前的 座標系統是 IJK 那個是 相對於地面是固定的 但是現在這個自然坐標 相對於地面就是會移動的 它是 跟著 氣塊 移動的 坐標 所以你可以 看到 上面的圖 就是 你的氣塊 沿著 黑色彎曲的路線走走到 右邊 變成平的 方向的時候 他的 切線方向 T的 小T的這個方向已經指向 你們的右手邊 然後N這個方向已經指向上面了 但是其實是 這個氣塊移動路徑的 左手邊 它永遠會在左手邊 那現在 沿著這個黑色路徑 往 左邊這樣子 轉過來的時候 這個T的方向 就是 會跟著轉過來 然後N的方向也是一樣 永遠都指向這個 氣塊移動路徑的 左手邊 那現在這個氣塊沿著黑色路徑在走的時候 我們可以找到 它在轉彎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幫它找到 趨率半徑 現在這邊用大R來表示 那所以像它 一開始這邊是往右邊轉 也就是 順時針轉 那這個R就會 把它定義成是負值 所以這樣子轉的時候 氣塊這樣子走的時候 它的趨率半徑會是負值 那等到它走到 沿著路徑走 走到它 往 左邊這樣轉過來的時候 這個是 逆時針轉 所以這個就是正的值 R就會是正的值 那這個 趨率半徑的正負值 你要怎麼記呢 就是 你 跟 氣旋 的方向是一樣的 你在北半球 低氣 會這樣轉 逆時針這樣子轉 這個是跟 跟你從北半球看 地球自轉 的那個 旋轉的方向 是一樣的 所以 只要是 在北半球是逆時針轉的話 我們都是把它定義成是正的值 所以這個 你這樣就 不會忘掉 R 它的正負值 到底是往哪邊轉的 這個系統呢 就是 整個自然坐標裡面 它的方向的定義 還有 一些正負值的定義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在自然坐標中 怎麼樣表示 這個 氣塊移動的 速度 所以現在 這邊有一個 曲線就是 氣塊移動 路徑 的一小段 它是 Delta 小S 然後這邊的R 就是 趨率半徑 然後你看到它的 切線方向的 T 小寫的T 然後帶個小帽子的 這個方向向量在這邊 然後法線方向N 在這裡 所以 這個速度廠 沿著這個氣塊移動的 速度向量呢 就可以把它寫成是 V 這個是 只有 數值的 沒有方向的 然後它的方向是用 小寫T 上面帶個帽子 T hat 這個符號來表示 所以在這邊所有的 V 都是正的值 因為它 它就是一直跟著 T的方向 在移動 那這個 V的數值 它的大小就是 你看你移動了多少路徑 Ds 然後移動 移動這個路徑花了 DT 小寫T的時間 現在這個小寫T是 時間 然後這個 代表 切線方向的 這個T上面會有一個 Hat 有一個 小小的帽子在這邊 所以這兩個不要搞混了 那那個 速度廠 的數值 V 就是 Ds 除以 Dt 加速度的話 就是把這個 速度廠 對時間 再微分一下 所以是 Dv的向量 除以 Dt 那這邊 你在 對這個 V向量微分的時候 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T-Hat 這個單位向量 這個方向向量 它是會隨著 時間改變的 所以 你必須要 對V和T-Hat 都要微分 那這邊就是 先對 V微分 然後T-Hat 不變 再來就是對這個 T-Hat 微分 但是V不變 所以你會有兩個 像 現在要來 處理一下這個 切線方向 隨著時間改變的 這一個 部分 現在紅色箭頭指的就是 T-Hat 這個方向向量 它原本是在 下面的這個 紅色箭頭 那它轉到 上面一點的地方的時候 走著 Ds 這一小段路径 轉過 轉到上面一點 這邊的時候呢 它的方向其實是指向 你們的 左上角 就是現在在黑色的箭頭 那原本這個 紅色的 箭頭指的方向 就是 我把移過來這邊 這邊標示紅色箭頭的 這是原本的方向 黑色箭頭這邊是 轉過來以後的方向 所以這個 T-Hat 改變的 方向 就是Delta T-Hat 這個部分 那這個 器塊從 原來的 地方走到 第二個位置的時候 它的 轉動的這個角度是Delta T-Hat 現在這個Delta P的 大小呢 你可以 發現這個Delta P 這個大的 P跟這邊的 小小的角度 他們其實是同樣大小的 那所以我們先看這個 小三角形 當這個角度夠小的時候 你的 這邊 Delta T-Hat 的改變 就相當於是 你這個改變的小角度 乘以它的 這個半徑 乘以它這個 三角形的 你這個邊長 所以是T-Hat 的那個長度 所以這個角度乘以 T-Hat 這個長度就會等於 三角形的這個 小小的改變的 這一小段 Delta T-Hat 所以他們會有這樣子的關係 那因為 T-Hat 這個是 方向向量 它是一個單位向量 所以它的絕對值 也就是它的長度 是1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下面這個比較大的 這個三角形 一樣就是 當你這個Delta Phi 改變的角度 夠小的時候 你的 Ds 這一段 路徑 就會是這個小小的角度 乘上 這個旋轉半徑 R 所以這兩個乘起來會是 Ds 那我們一樣把它 寫成 這樣的形式 所以上面這兩個 都是Delta Phi 都是微小的角度改變 那他們會相等 所以我就可以把 這個 Delta T-Hat 的長度 等於 Delta S 除以 R 這個旋轉半徑 接下來就是 如果我們這個 Ds 這個距離改變 夠小 非常小的時候 也就是 取極限的時候 這個 Delta T-Hat 就是上面這個 方向向量改變的角度 就會與 這個 法線方向 平行 那所以 他這個 Delta T-Hat的大小是 左邊 左下角這裡寫的 但他的方向是 N-Hat 跟他平行的方向 所以 當我們把這個 絕對值 拿掉的時候 就可以把N-Hat 這個方向性 把它加上去 所以這個就是 Delta T-Hat 的 大小 跟方向 那我們把 上面這個 切線方向 隨時間改變的 這個項 稍微做一點 變形 現在把 Ds 分子分母都 乘以Ds 放上去之後呢 現在這個Delta T 你可以 把 分子的 這個Ds 移過來 所以就 變成 D T-Hat 除以Ds 會等於 N的 Hat 除以R 那就是 這一下 上面的 中間的 這個 部分 這部分就是 N-Hat 除以R 再來是 Ds除以DT Ds除以DT 在左上角 這邊 Ds除以DT 就是V 就是這個速度的 這個存量 就是這個V 寫在這邊 所以現在 上面這個 紅色框框框的 就可以寫成 N-Hat 除以R 然後乘以V 好 我們把最上面這個 加速度的 這個 方程式呢 的最後一項就用這個 我們剛導出來的東西 淘進去 那你就會發現說這個加速度 會等於 切線方向的加速度 現在T-Hat 這是切線方向 它在切線方向有個加速度 然後另外有一個是 在N這個方向的加速度的 這個分量 那N方向的這個加速度的分量就是剛剛這個 這邊有一個V 然後你導出來這邊有個V 所以是V平方 然後除以R 所以這個V平方除以R 其實就是 向性加速度 就是我們之前已經 講過的向性加速度 可以進行 這邊就在 這邊就是 那麼 這個V平方向的 對 沒有 我們